市場攤商舉步調抗意涵的聲嘶力竭 二零一零年當時的臺北縣 中和安樂市場拆遷風波 鬧得沸沸揚揚 時任中和市長邱垂毅 被質疑賤賣市場用地 如今新北地院一審重判十年 當時澄清都有為攤商妥善安排 認為是選舉期間政敵故意抹黑 不過案件經過十多年 真相也漸漸浮上檯面 二零零七年 時任中和市長的邱垂毅和兒子 也是現任新北市議員邱風瑤 跟建商黃岳勝合夥成立開發公司 由邱風瑤出任副總經理 執行決策 再由時任市民代表會 政副主席呂禮旺與馬兆林 涉嫌護航通過市場土地標售案 賤賣給美聯開發 圖利超過八千萬元 邱風瑤 動帥 近年邱垂毅誕出政壇 但地方政治實力仍然雄厚 兒子邱風瑤連任四屆議員 二零二零年還代表國民黨選立委 不過當年的舊案如今宣判 除了邱水義十年徒刑 邱風瑤也被判三年六個月 其他共犯二到五年不等 邱水義認為判決有針對性 將會提起上訴 政治世家父子都被判刑 後續還得在法院持續攻防 華氏新聞陳清順 蔡志敏 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莊惠琪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氏新聞YouTube頻道